100岁的金星期在今年 关于谈到美中冲突 台海问题总共有三家媒体 他有一篇呢 是接受Bloomberg的专访 有一篇是经济学人 非常常的专访 经济学人专访他呢 就刚好是他100岁 满100岁那一天 但这个人 他的脑筋极为清楚 他一天工作15个小说 他说这是长寿的秘诀 他说生病的人 就要工作 他是我的典范 所以我一直都坐在这里 他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 他说已经在悬崖上里头 它是指美中关系 而美中关系在悬崖顶上里头 当中最危险的 那一颗最后的石头 就是台湾 那正因为双方非常非常的危险 他说你要有一种极限思维 有最坏的打算 最坏的打算不是我们就来打一场 全世界人类史上 没有看过的最大的核武战争 不是 这个极限思维本身 他的看法是说 双方当他用这种极限思维 站在悬崖顶上 台湾就剩一个悬崖顶上的石头 脚一踢下去 这个战争就爆发了 正因为如此的危险 所以他当时在四月份 五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大胆的判断 美中都会各退让一步 所以我们在上礼拜所看到的 拜习会 他早就预言了 相信拜登也会很重视这位 最聪明的外交官 外交战略专家 他的很多意见 当然提出这些看法的时候 台湾还有一大堆人 美国还有一大堆人 在沸沸扬扬地传什么 2027年要打台湾 那么基本上就是欠缺的 国际政治更深入的认识 因为这是一场打不起的仗 所以某个程度来说 他的看法是 美中冲突是一个无解的局面 没办法解决 唯一的方法是什么 大家往后各退让一步 因为没有人会主动先退让 只有双方一起退让 拜登上任后 至少在三个场合 表达保卫台湾 免于中国的武力侵略 这触动北京对主权的敏感神经 年后 compiled的大堆人 真正的一件事情 我们说到中国跟美国最维俄的交流 我们现在在上面的游戏 一难的问题是 两者需要抬上去 一旁一旁一旁以来 恐怕是击 我們兩人都要決定 把這個狀況拿出來 季辛吉接受彭博社的專訪 這是他上個月百歲受成前後 陸續接受多家媒體訪問以來 對中美關係最閉關的一次談話 從4月在《經濟學人》的專訪中 談台海和平的路線圖 到5月時在《華爾街日報》上 以一個無解問題形容台灣 再到現在 美中都已站在懸崖頂上 見證美中關係起落的季辛吉 在台灣這難解的席題上發出警告 往前提 Nuclear橋發出密關於共有關係 奈莎 Eastern binding 相關表聯合關係 有1、162比式 mês約台灣 布燈 ís� hyp而入 窗戶 這時結束為國經濟很快 不ああ작的 因爲投訴了 但另一旁也不承认 这些连续的连续需要 是串通的信心 而不是只是一个技术的动作 而是我们的时间需要 台海进入典型的准战争格局 吊诡的是 在基辛级看来 正因战争的毁灭性结局 B站反而成了华府与北京的共同利益 而他的台海和平路线图没有阶级 就是一再沟通的土法连纲 早出不打仗 又能避免触碰对方政治与军事敏感神经的 互信台端